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躲 云云听了心里很难受 感觉到父亲好像在交代后事 这个时候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往房间走来 他们赶快打断对话 立即擦掉眼泪 装作没有事 看起来都院长到了生命尽头的时候 最放不下 也最舍不得的就是一直默默为她付出的太太 大家会客宿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来欢迎我们杜诗棉院长的女儿杜云云 云云你好 爱人姐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欢迎这个 一直就用一个刺爱的眼神看着她 因为她呢 演她妈妈演了很久了 高慧君你好 爱人姐好 女儿云云好 然后全球的大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慧君 你这个感觉很有趣 你不知道高慧君一直很慈爱着看着你吗 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是很自然的 他这个演员就是很奇妙 他很自然的 他虽然他这么年轻 但是因为演了你的母亲 演了等于是她的这个重要的人生过程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很自然的那个 张瑶珍女士的感觉就出来了 就是看到了这个女儿 云云是算是家里的排行老二 但是其实是大女儿 大女儿要承担的事情比较多 真的 你也是这样觉得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你也是大女儿 我也是大女儿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们讲 怎么都是我们呢 哎呀今天我们应该来开一个叫做大女儿肝骨谈吧 对对对 但是又莫名其妙就会觉得说 似乎这些事情是我 就算我粉身碎骨我都要把它扛起来的 这也是大女儿很奇妙的感觉 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我承担 可是呢我又义不容辞 对 所以其实云云在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一日情里面 对 度失眠院长 其实她就也把慈激医院的状况算稳定了 她就放心了 可是她向佛菩萨祈求的那五年的时间也 也差不多了她就昏倒住院了 那个在过程当中啊 一直昏迷不行 那是一个很很很很纠结 你那个时候还在台大工作 对 那等于是每天就是得要趁着工作空档去看妈妈看 看爸爸 那还有一个有一场戏我的那个印象超深刻的 后来爸爸醒了 醒了精神变状况还不错了 那医生进来跟他讲 喂 那这个你的现在气色很好耶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真的 我当然是回光返照吧 这个 这个好笑 妈妈的脸都绿了 不好笑耶 什么不好笑 爸爸在那个时候还会这样开玩笑 他一向都很乐观 而且很很顺应他的魅 真想感觉 感觉 对 他是顺应他的感觉的 对 顺应他的 而且顺应他的命 顺命吗 嗯 其实喔 刚刚在讲说双鱼座的个性 嗯 那个慧君是什么星座啊 我是处女座 刚好是双鱼座的对象星座 你应该很冷静啊 嗯 你应该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得惯这个双鱼座的人的那种 可以 为什么这么这么乐天的感觉 可以 因为我们是对象星座 我们是 我们所谓的对象星座就是 很多的事情我们 我们达到目的 我们要达到目的 是一样的 只是做法不同 是 所以我会知道 大概知道他为什么会 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说实在的 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 爸爸离开的时候 她说 你爸爸要是真的爱我 他就会爱起他的身体 这话说对了 对 所以说什么回光返照那个真的不好笑 不好笑 真的不好笑 可是 可能是不是 爸爸自己本身是医生 也许 他又是耳鼻喉科 然后又咽喉 食道 什么各方面的 这个算是重量级的研究人物 所以他是不是对于生命 看多了吧 看多了 对 对 医生看到的是 有完整的生脑病死的 在什么严重状况 他都遇到过 所以自己遇到的时候就是 所以 坦然面对 可能只是觉得一个case 是刚好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个讲得这么轻松 一个case 当成人家的case 他把自己的case 可能用当成别人的case 当成一个case 当成一个case 他自己看X光片 对 他自己也要看自己的X光片 自己来看很多 对 可是身为女儿的人 在旁边看 应该了解妈妈 妈妈的那种交集跟 对 可是我在我感觉 不晓得 他妈妈是不是怕说 他如果表现得太那个时候 会影响到爸爸 嗯 所以我感觉 他在那段时间 蛮冷静的 妈妈很冷静 蛮冷静 就是 保持平静 对 就是 让爸爸 尽量的舒适 然后 不要让他觉得是个病人 对 妈妈自己也尽量是 让自己放轻松 可是内心 内心 都躲起来哭 应该只是 对 我觉得高慧君有演到那个部分 就是 在我面前 我们是看不到 很坚强 对 后面大爷 因为我妈妈是 2月16号生的 什么座 水瓶 水瓶 所以她忍得住 她忍得住 她够勇敢 这个是勇敢的 所以 为什么会在我爸往生以后 她整个人就 她几乎贪了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撑太久了 撑太久 讲起来是撑了5年 再3个月 再3个月 这个是奇妙的数字 5年前的3个月前 就是说她只剩3个月了 3月的生命 对 然后 再5年 再5年之后 再3个月 又3个月 好奇妙 怎么会这样 她后来就是 昏迷之后 她的那个等于说是 任务圆满 圆满以后她昏迷 然后在台大院 又是3个月 3个月 可是这3个月的期间 她时好时坏 就是 她清醒后 有一阵子很不错 甚至到后来医生都说 她可以熬过 她7月 她说她可能可以熬到年底 因为她刚刚那时候状况不错 就从昏迷一直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 然后指数都变得越来越好 那时候 王正义王教授 她就跟我讲 嗯 嗯 不错 搞不好还可以可以熬到年底 嗯 可是就是这样还会到 就 时间到了 她就是时间到了 可是这一个 这个好的这段期间 她还是 她还是没闲着 没有好好躺在床上 她可以动的时候 就常常病床上没人 病房只有妈妈在 不是 病房只有妈妈在 对 妈妈坐在那里 对 然后病床是空的这样子 她跑去干嘛 巡房 巡房 对啊 就有时候到 那个门诊看一下 有时候到病房看一下 有时候到她研究室 啊 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对不对 我觉得她给了你们一个 非常特别的生命教育啊 嗯 她能动的时候 就是不会躺床下 是 所以其实刚卫君的 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个给你生命教育 非常非常震撼的 舅父 她也是 她也是因为甘癌 好奇妙喔 对 甘癌 可能自己太累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时候整个部落 我们部落又很大 然后整个部落的医疗 就要靠她一个人 她除了自己要在家里做诊之外 她还要去寻诊 所以她会觉得说 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把她癌症嘛 她就是癌症 欸 治疗一下 我可以动了 我可以走了 车开了 又开始去寻部落 请问 你那时候的舅妈 是有什么态度来面对 我觉得我舅妈 我舅妈那个时候 也还在教书 还没有退休 嗯 但是 后期 是舅妈一起陪着的 因为有一次 有一次 我觉得我舅舅真的是传奇人物 她已经癌症了 还去看诊 然后又不小心出车祸掉下去 整个都就伤到 嗯 就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 开始舅妈 会跟她陪着她寻诊 哎呦 但是她那个使命感 我真的有的时候 很想 很想拉住她 就说 其实舅舅现在有很多新的医生 他们慢慢要回到部落了 你可以 安一点心 没有办法 她 最后呢 她最宝贵的遗物是那个什么 很多的账本 什么意思 账本就是人家 没有钱来看病 然后账本 然后 她会写说 她这个人 已经拿一只鸡来还了 有几个高丽赛来还了 她是这样打过的 她是真的为人 就是一个很 心很仁爱的一生 嗯 其实这个很圆满 对 对不对 我们常在讲生老病死 如果说是可以按照 这样子的过程来看的话 人生也算是很圆满 对 她为了她爱的事情 是 然后都可以让她 这么圆满的完成 对 所以啊 这个 这个 两位医生的妈妈 都了不起 她们的太太 都了不起 啊 好 我们也在她们的身上 学到坚忍的 坚毅不拔的智慧 对不对 啊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云云 也谢谢惠君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